欢迎大家收看加拿大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在加拿大银行业出现复苏迹象之际 BMO分析师在财报季之前提供了他的首选股票 查尔斯国王庆祝75岁生日 日程安排满满 弥补失去的时间 韩国和美国领导的联合国指挥部成员 对朝鲜的核威胁发出警告 今天西北地区的居民将参加一场因野火而延迟的选举 我们是谁也必须是谁作为加拿大人 请大家收看 在加拿大银行业出现复苏迹象之际 BMO分析师在财报季之前提供了他的首选股票 加拿大环球邮报 来自BMO 巴菲证券和Scotiabank分析师们对各个行业提供了一些见解 BMO分析师Sour Mavahidi预测 一旦对2024年以后的宏观经济和盈利增长有更明确的认识 加拿大银行股可能会经历重新评级 巴菲证券最新的全球投资组合经理调查显示 人们相信利率已接近中期峰值 Scotiabank分析师Robert Hope强调了能源基础设施行业的财务业绩和首选股票 其中报了Key和TRP是他们最喜欢的股票 查尔斯国王庆祝75岁生日 日程安排满满 弥补失去的时间 加拿大环球邮报 英国的查尔斯三世国王于11月14日年满75岁 他正在努力使君主制现代化 并确保其在质疑和挑战的公众中保持持续的相关性 国王已经进行了三次海外访问 承诺向研究历史上与奴隶制有关的研究人员开放皇家档案 并对英国在肯尼亚独立斗争期间的暴力表示遗憾 然而 历史学家表示 他需要明确未来的愿景 并在制定君主制议成方面更加积极主动 韩国和美国领导的联合国指挥部成员 对朝鲜的核威胁发出警告 加拿大环球邮报 韩国 美国和其他国家对朝鲜的核野心发出警告 承诺对侵略采取集体回应 这份联合声明是在首尔举行的会议上发布的 会议上由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汀 韩国国防部长申援职 以及其他16个国家的官员参加 这次会议是在年度国防会谈之后举行的 会谈更新了双边安全协议 以更有效地应对朝鲜的核核导弹威胁 今天 西北地区的居民将参加一场因野火而延迟的选举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西北地区的居民今天终于前往投票站参加地方选举 原定于10月3日举行的选举因野火季节导致该地区 约70%的人口被疏散而推迟 立法机构成员在8月底的一次会议上 一致投票决定推迟选举 首席部长卡罗林 柯克兰在9月宣布不再竞选连任 共有16个席位正在争夺中 同时有3名候选人已经当选 投票结束后 19名立法机构成员将从他们自己的队伍中选出一位首席部长 6名其他内阁成员和一位议长 我们是谁 也必须是谁 作为加拿大人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谴责了以色列加沙冲突后 在加拿大发生的一波反犹太袭击事件 蒙特利尔的一座犹太教堂和犹太社区中心遭到汽油弹袭击 犹太学校也遭到枪击 特鲁多呼吁停止反犹太主义 表示这在加拿大是不可接受的 然而 当他说这不是我们加拿大人的本质时是错误的 因为反犹太主义在该国存在 政治领导人谴责反犹太事件 警方调查和起诉此类事件是非常重要的 教育也很重要 以确保大屠杀不会被遗忘 比特币矿工在减半前赚钱 加拿大环球邮报 比特币矿工正寻求在加密货币最近的上涨行情中锁定利润 以在减半事件之前获利 减半事件将使比特币的挖矿奖励减半 下一次减半预计将在2024年4月发生 比特币的算力挖矿所需的计算能力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矿工正在寻找在减半事件之前保持利润率的方法 包括将运营地点转移到能源价格更实惠的国家 早间更新 Tag将向亚洲钢铁制造商加能可出售煤炭业务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矿业公司Tag Resources已同意以89亿美元的价格 将其煤炭业务出售给瑞士大宗商品贸易公司加能可 和两家亚洲钢铁制造商 但是该交易尚需获得联邦批准 今年早些时候 加能可曾与Tag接洽 提出以231亿美元的现金和股票交易收购整个公司 该交易遭到Tag拒绝 理由是管辖权和执行风险 以及加能可之前与监管机构 就贿赂和市场操纵达成的和解协议 Tag一直在寻求出售其液金煤业务 因为由于缺乏股东支持 玻璃的计划被放弃 加拿大以色列和平活动家的遗产加多伦多医生对患者的性虐待 多伦多星报 和平活动家维维安 席尔瓦被哈马斯确认为被杀害 这位74岁的加拿大国籍人士在20世纪70年代移居以色列 并致力于以非暴力方式解决以巴冲突 他搬到加沙地带附近的一个集体农场 并一直致力于为该地区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他的死被朋友和同事视为一场悲剧 将使该地区实现和平变得更加困难 与此同时 加沙地带的战争继续给医院带来问题 物资短缺 没有电力 此外 一位中国官员谴责了一位以色列部长 有关在加沙投下核弹的声明 体育迷对流媒体辉煌 未来的阻碍感到沮丧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的冰球迷越来越难以跟上 他们最喜欢的球队比赛 因为流媒体网站和有线电视供应商 无法提供全面的套餐 这个问题由简线潮流加剧 观众们取消了有线电视或卫星订阅 转而选择流媒体服务 在过去的五年里 25%的付费用户取消了加拿大两个主要体育频道 TSN和SportsNet的订阅 尽管许多人已经转移到了他们的数字流媒体服务 但找到全套比赛仍然是个问题 在美国情况更糟 纽约游骑兵队的球迷们 必须使用至少四个独立的服务来观看所有比赛 一份新报告显示 近60%的体育迷在访问和支付他们想观看的比赛时遇到了困难 这威胁到了广播行业的经济模式 加拿大和平倡导者在哈马斯袭击中确认遇害 BBC 以色列加拿大和平倡导者维维安 希尔瓦在加沙确认遇害 希尔瓦住在以色列与加沙边界附近 一直以来都是和平的倡导者 也是妇女为和平而战运动的创始人 他的家人曾认为他被哈马斯绑架 并在加沙被囚禁了五个星期 然而五个星期前在他家发现的遗骸 现在已正式确认为他的 他的儿子说 他的母亲在哈马斯袭击之前一直在继续他的活动工作 他会说这是战争的结果 而不是追求和平的结果 自由党不能回到内斗的时代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自由党应避免内部分裂和嘲笑对手 据Strategy Corp的副总裁安德鲁·斯蒂尔表示 在多年的领导层争斗后 该党在2011年被降至第三位 尽管贾斯汀、特鲁多后来重新确立了该党 然而 斯蒂尔警告特鲁多的对手应避免公开抨击 而是专注于在下次选举中击败他 斯蒂尔指出特鲁多发誓要继续担任职务 并且在下次选举之前没有除去他的机制 而下次选举很可能在2025年10月20日举行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的气候战略在碳税削弱后受到质疑 路透社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在气候政策上发出了混乱的信号 削弱了他的标志性碳税 以减轻力来是他党派的一个据点的地区的生活成本负担 专家们表示 特鲁多的碳定价方案运作良好 不容易被取代 然而 在提供了三年的暖气油豁免后 政策现在受到了围攻 加拿大各省领导人要求减轻使用天然气供暖的家庭的负担 加拿大也有可能无法实现其2030年减排目标 并因缓慢激励清洁能源投资而受到批评 遗产部长表示 需要迅速采取行动来实施再限流媒体法案 加拿大环球邮报 遗产部长帕斯卡尔·圣昂日表示 立即实施再限流媒体法事迫在眉睫的事情 加拿大的广播系统以及其中工作的人们需要立即帮助 140名运动员将代表加拿大参加在智利举行的残傲会比赛 加拿大CBC 巴拉纳美洲运动会 巴拉纳美洲运动会将于11月17日在智利圣地亚哥开幕 共有140名加拿大运动员将参加这项赛事 赛事将涵盖17个项目 吸引来自其他30个国家的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 这次运动会被视为各队伍争取2024年巴黎残傲会资格的关键时刻 各个个人项目提供了多种不同的资格赛道 不要责怪道格 福特 他说一切都是别人的错 多伦多星报 安大略省省长道格 福特的政治生存策略是将责任转嫁给他人并分化反对派 多伦多星报的马丁 雷格 科恩写道 福特将加拿大银行归咎于利率上升 试图在养老金和碳定价问题上分化联邦政府 并在面临对自己交易的调查时将注意力转移到中东 科恩认为福特的成功取决于记者和公众的短暂注意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加拿大银行业复苏 BMO分析师提供了他的首选股票 查尔斯国王庆祝75岁生日 日程安排满满 韩美联合指挥部对朝鲜和威胁发出警告 西北地区因野火延迟的选举终于开始 反犹太袭击事件引起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关注 比特币矿工在减半钱赚钱 瑞士大宗商品贸易公司 加能可将以89亿美元收购泰克资源的煤炭业务 和平活动家维维安 席尔瓦在加沙遇害 加拿大冰球迷对流媒体的限制感到沮丧 加拿大自由党应避免内部分裂 特鲁多的气候战略受到质疑 在限流媒体法案的实施迫在眉睫 140名运动员将代表加拿大参加残奥会比赛 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的政治生存策略 对于加拿大银行业的复苏迹象 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随着对2024年以后的经济和盈利增长 有更明确的认识 加拿大银行股可能会经历重新评级 这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此外 我认为加拿大政府应该继续关注朝鲜的核威胁 并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一起采取集体回应 这将有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对于加拿大和平活动家维维安 席尔瓦的遇害 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 他一直致力于以非暴力方式解决 以巴冲突 并为该地区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做出了巨大努力 他的死将使和平变得更加困难 我们应该对此表示关注 同时 对于加拿大冰球迷对流媒体限制的感到沮丧 我理解他们的困境 随着流媒体的兴起 观众们希望能够方便地观看自己喜欢的体育比赛 我希望相关方面能够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为冰球迷提供更好的观赛体验 最后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吗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谢谢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葛众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网址